所以我覺得國民黨沒有錯 年底如果選舉國民黨不利的話 馬英九會有被逼下台的可能性 但是我覺得不影響到馬英九 他最後兩年他的一個作為 因為基本上國民黨在這個階段 大家都知道馬英九下來之後 接馬英九當主席人 大家也是坐在那裡很辛苦的 那個局勢不會好到哪裡去嗎 因為2016被公民來講是一個危機 是個很大的危機 所以這個時候國民黨都還會知道說 團結真有利 為久團結 所以大家看清楚的時候 他說你越去罵馬英九結果沒有用 所以我相信用副主席的角色 讓三個人來宇文決策的話 一樣可以把整個國民黨 比較可能去整合 對不起 我有人特別強調說 馬上我們不管主動或被動 你說拉這三個來 是希望未來這兩年能夠做出一些成績 有沒有想問 我們有一個觀察指標 朱立倫是主張調降公投門檻 他講得很清楚 他認為公投門檻太高應該要調降 那我們就看嘛 他去當了副主席之後 國民黨對於修公投法這件事情 會不會有讓步 至少到昨天為止還是不讓步 還是覺得說這樣會少數決策等等的 那我們就看看 其實我也希望 會員講的是真的 就是你整個決策擴大 總是聽不同意見 不要再小圈圈決策 我覺得公投法這個門檻的部分 就是一個觀察指標 國民黨長期以來 對不起 我跟你講這幾年 行政跟立法是脫節的 中央跟地方是脫節的 朱立倫 郝龍斌 胡志強 他們一直也都是國民黨的黨員 他們所講的話 我不相信黨中央聽不到 在於你要不要採納而已 所以相對的來講 如果今天國民黨認為說 把他升為 落為副主席之後 我才會願意去聽你的意見 那我老實講 我覺得這叫國民黨的悲哀 因為你甚至不認為 他的民選的那個首長的地位 是存在的 只因為你要在黨裡面 佔有一個副主席的地位 所以黨才願意聽你的決策 如果真的是這樣子 我覺得國民黨 他永遠不會進步 第二個 你說今天馬英九 有沒有把這三個人拉進來 然後去弄到年底的選舉 我想委員在這邊 國民黨整個年底的選舉的佈局 也完成的差不多了吧 不會因為這三個人跑進來 你不准提名 你不准參選 新北還沒有 只有新北 新北還有人受到委屈了 你弄我意思嗎 你可以表達一下 你可以表達一下 最沒有顯天明的下場 我跟你講 謝謝林俊 林俊跟他講 我要講 我們全國上下 遊戲規則一改再改 其實我很不滿 但我不願意說去罵黨 來成就我自己 但是這個東西是不應該 全國上下只有新北 都是市長提名再提議員 現在把遊戲規則改 要簽提議員再提四人 那我被迫 因為我當初講過 我支持朱立倫選 他連任我就退 那有人問我說 他是不是宣布 沒有但我不能幫他宣布 可是你們等著看 反正我就按照我的承諾 我現在回來 可是對不起 兩天前我們開會 我們要提名八起 兩天前開會的時候 都決定了民調日期 什麼都決定了以後 當天說 乾脆一個不要選 剩七個 我說你們開什麼玩笑 昨天就變七個 然後昨天開會的時候 對不起我本人派秘書去 那決議 後天3號要民調 要取消參賽權 他說少數服從多數 大家決定 什麼叫取消參賽權 不用民調 大家都第一名 一起選吧 大家都不要比了 一起選吧 我的我就不要提六個 就七個都急 而且八個說七個就變七個 變七個不打緊 我要告訴你 不是在這個關鍵 如果今天是在台東屏東 就算了 我不是看不起台東屏東 我們五都的提名 是要中央要報準的 搞到最後 所以我也問我們朱市長 我說昨天 我今天一早打電話給我 問他有沒有這回事 他說他沒有講過 什麼少數服從多數 但是傳出來說少數 我說那比賽遊戲規則 是你訂的 我們在起跑線 突然名槍前說 對不起你不能選 你出去 然後剩下七個 第二次名槍說 不要跑了 大家都第一名 都冠軍 我的老天啊 然後告訴我說什麼 告訴我說 如果你再吵 另外六個不比了 你一個人跑 你是第一名 你是最後一名 民意等一個晚上 就講這一段 現在在台灣的政黨政論當中 這種情況其實經常會發生 不僅是國民進黨黨會發生 民進黨會發生 現在民進黨有一個在板橋 他已經落選的 民調沒有的 一個李婉律 現在可能要跑到我們淡水 接受徵招 所以他也是破壞 民進黨的遊戲規則 對啊 不是我有信仰 我必須這樣講說 他如果被徵招的前提是 民進黨不提名他 就是他照遊戲規則 我不提名你 但是我別的地方有缺 你去幫我打你要不要 我覺得 如果你國民黨徵招 我成名去屏東打 我也去打 可是我要成名 不是你國民黨在講 你到屏東 你不要講 他是講預言 我現在傳到說 我不是在吃東西行銷 剛好這個 藍俊 藍俊講到說 我沒有委屈 但是不能因人設施 因為民進黨才講說 前兩天的事 因為前兩天的事 如果這樣講的話 因為前兩天 那時候他在幹什麼呢 前兩天 就是他們在開那個協調會的時候 那天他是 他是來面對面 然後為國民黨在核四的政策 在做偏護 我在助理 我們必須吃兵假的 在懲罰他嗎 我不知道 結果後來之前就是這樣 我要告訴你的事 我那個助理女孩子去那邊 出來哭的 他還從來沒有罵過民進黨欺負我 他哭得稀哩花啦 他說國民黨怎麼會這樣欺負人 我跟他說不要傷心不要難過 結果一回去說 朱陽辯色說不比賽了 你們都第一名 那你如果還要比 給你第一名 也是最後一名 我們六個不比了 奇怪明義每次參加政論節目 第二天就有事 上一次參加政論節目 第二天中常委沒了 所以我講往那一段 就是說我現在比較覺得 就是說國民黨現在在這裡面 當然他馬英九在做了某些的努力 希望讓大家覺得說 他是在重視就是民間的聲音 那也讓人家覺得說 他確實有在重視 所以你看到國民黨很特別的強調 就是說那舊的副主席他們都辭了 那這包含像是您提到說 陳以針的部分也講到說 我們可能要接納年輕的世代 可是相對來講 對我一個民眾來講 我想對電視機前面大多數的民眾 你也會跟我有同樣的觀感 就是說馬英九現在要重視的 不是那個所謂的特定族群 或是你自己鎖定的一個特定的事態 而是在於是 當我一個縣市首長 我其實不要講縣市首長 你每天報紙翻開總看得到吧 你打開年代看到面對面 你也總聽得到吧 就是說你國民黨還有你的政府部門 都還有花錢 請公關公司幫你記錄人家講了些什麼 然後送給你 還不小心記錯給記者 我自己都收到的狀況之下 你怎麼可能會不知道民意在哪裡 如果相對來講 你只是希望透過說 我抓三個我所謂的藍營的縣市長 而且他們都是會放炮的 我把他們抓進來 我的國民黨中央裡面成為 一個叫做我黨中央的高層 從此以後我就可以告訴民眾說 我國民黨是改革的 那我認為這個立論的基礎 他就真的非常非常的薄弱 OK OK 所以蔡耀秀馬總統 你就是永遠是站在民意的對立面嗎 我看起來是這樣子沒有錯 我就是說 長期以來 標準答案 不是 這不是標準答案 你看他就我們的觀察 他用這三個人當副主席 對黨內可能有幫助 但是對民意應該沒有幫助 那為什麼 因為你看看嘛 這個如果是有幫助的話 現在馬上可以做一個民意調查 看他的八趴有沒有往上爬 對不對 不是現在馬上跳 意思是說應該再給一段時間來看說 好 像剛才年晃講 公投那個門檻 有沒有因為注意人進去以後 然後討論以後 他就真的產生一些變化 那是不是就表示說 因為這些來自中國來自裡面 可以驗證 但是就是說這三個人 在社會普遍的認知上面 是不是能夠有積極作為 真是期待 幾個一段時間以後 印證說他們的發言是有受到採納 但是就我們的觀察來講 這三個人的背景 基本上是太狹隘了 基本上是他們的當選 這個院俠市的這個市長 基本上是中國國民黨 透過他組織的運作當選的 我們認為中國國民黨今天在台灣 之所以會得不到名義的支持 就是他的決策圈太窄了 而且從他站的角度跟方向 就是偷離台灣的社會 所以馬英九到底他最近的 這些所有的作為在我們的看法 到底是要認同台灣還是要認同中國 在我們看來 OK 怎麼談 蔡教授就要談統獨的問題去 我覺得今天最糟糕 最難過的就是這樣 今天不管是叫林非凡那群人 或像蔡教授這一群人 或叫什麼團體 到最後就逼到統獨的對立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社會 台灣的社會今天應該要了解到 就是說大家一定不喜歡在統獨對決 所以只要能夠迴避這一點 其他公共政策我都尊重 我本身也是一個很開放理性的人 所以尤其像剛剛你講說 三位的副主席 三位的市長本身 他們都靠著國民黨當選 你今天又說國民黨的民意基礎那麼低 他們為什麼又可以當選 任何的一個政黨提名的候選人 像陳菊能當選高雄市長 賴清德能當選台南市長 都代表他政黨能量加個人形象 所以胡志強一直到朱立倫 一直到郝龍斌 能當選都靠個人形象 加上政黨的形象跟能量 一起統合一個結果 所以當然我同意 國民黨現在能量在下降 就是因為怕下降 馬英九要亡羊捕牢 拉近這三個人 進入到決策核心 所以任君剛剛所講的那個東西 我覺得我們大家來觀察 連環剛剛講那個東西 大家來觀察 反正借得下來一翻兩瞪眼 你沒有讓人家真的參與決策 還是一意孤行或還是 我原來唯一的系統的話 我覺得不可能 所以任君剛剛講那個 有個不是事實就是說 馬英九有沒有聽到很多聲音 有啊 像我吳醫生身上舊部署 我們一眼還聽到 但是我們可能人為言輕 那個重量不足 所以這個時候朱立倫的重量 那個金含量 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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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個胡志強含金量 好龍兵的含金量 他們那個比重在增加 當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如影隨形 他的必須在決策思維當中 做一個翻轉跟一個調整 所以核四這個事情也是一樣 如果沒有朱立倫 先講那些核安廢料的問題的話 馬英九怎麼會慢慢 逐漸被迫去處理到 就是說我把它變成一個轉換 政策一個調整嗎 所以我覺得很多事情 是與時俱進 不管你是被迫還是自己反省 我覺得政治人物本來 就是要從公民當中接受教育 這一點我同意 但是我只拜託 我只拜託再教授 你們都欠台灣社會的公道 你們這個方法已經過了 我跟你講你過了 大家要看著辦 你現在過猶不及 兩個地方 如果說現在國民黨的執政 是有不及的地方 你們已經矯枉過正道 台灣變成一個動亂的邊緣